项目编号,SCP-431 Didion 博士 项目等级,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,所有基金会文档的备份会被收容于Site 所有文档和,或照片发现和SCP-431有关的会被存放于Site 本地数据库并用他们的备份数据替换 任何报告回想起SCP-431的个人会被立即查问 办公室-25每日会进行例行检查以发现任何新物品 基金会档案文件会被监控 以提防SCP-431带来的任何文件变动或新增文件 描述,SCP-431是基于 Didion 博士的标识 一名似乎是基金会研究员的男人 就现在的记录情况来说,并不知道 Didion 是不是他的本名 SCP-431 的存在首次发现于一次对基金会数据库的侵入行为中 数份文档被修改 已证实一个叫 Didion 博士 的科学家设计了对多个SCP 的研究 然而已经确定这些有问题的文档在被修改时没有被访问 从第一次事件起,已经有份额外的文档提及到 Didion 博士 每次文档被编辑后,都显示出它在被编辑时没有被使用 也出现了数份新的基金会目前并未占有的 SCP 物品文档 包括一个数据删除,以及一个物品,一个数据删除 当前已知由 Marshall, Carter 和 Derp 有线公司所占有 在办公室-25也发现了当前无人使用的数个物品 目前并未查明这些物品是神妖时候开始在办公室内出现的 因为该办公室只会在门上出现 Didion 博士 的名牌时 进行调查,已经在办公室内回收了份文档 包括被编号为文档431 《见上文》的一张照片,被认为是拍摄了 Didion 博士 在三名已知的基金会工作人员旁边的情景 日期为 的安保录像拍摄了一名确信是 Didion 博士 的男子 与数名研究员交谈的情景 其中一名研究员报告说没有和任何名为 Didion 的人一起工作 该研究员身上也没有受到记忆消除的迹象 不存在任何关于 Didion 博士被基金会雇用的消息 也没有任何文档表明 Didion 博士 被解雇、处决或辞职 一份从办公室-25回收的文档上似乎有他的指纹 虽然指纹和基金会内部的或所有政府的指纹数据库并不符合 政府文档与名为 Didion 的人有关的内容里面 没有符合文档-431所描述的人的存在 包括出生日期、死亡日期、人口普查结果或纳税报告 到目前为止 最后一份可用的文档目前表明 Didion 博士 被安排去监督一个 SCP 物品的销毁过程 然而,该文档提及到的将被销毁的编号为 SCP 的物体 其编号目前没有在使用 没有出现过提及 SCP 的文档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 SCP 431 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,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 SCP 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